星際大戰 可愛公仔 高雄展覽館似乎充滿著遊樂場所的氛圍 等等 其實這是台灣皮膚科醫學會所舉辦的第45屆年會 於12月13日至12月15日為期三天舉行 本次研討會邀請專業的國內外皮膚科醫師和專家共襄盛舉 探討皮膚議題和技術交流 共同打擊皮膚的相關疾病 國外的趨勢是用一些學校版POT的部分來做一些治療的部分 因為它有很多的生長因子的部分 所以經過一些純化濃縮的效果之後 其實傳統的治療有效果 所以國外現在很多應用在一些皮膚的一些修復 或是一些輔助的改善膚質的部分 POT是在一個標準的處理的地方去做 實驗室做一個處理跟分離的部分 然後再純化 然後在活化過程中把它動筋下來 所以在使用前的時候在活化的時候 其實它的效果會更好 然後持續的釋放的這個生長因子濃度又會更多 沒錯 除了血小板的再生醫學外 對於抗老化這方面 各家廠商仍然投入不少精力 透過新一代的熱力點證技術 將熱能精確傳至皮膚 而不會造成像傳統雷射的障礙或是副作用 對於肌膚較薄之處 乳眼周等有較高的注意 直接就是用那個熱能呢 得到的熱能呢 直接傳達到皮膚裡面去 這樣子的話呢 你可以比較均一地把熱能傳達到應該到的地方 再加上呢 因為它傳達的方式是很均勻的 所以不會造成太多的皮膚的傷害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覺得有些地方 覺得不夠熱的話呢 你就在加重的話呢 一些地方可能覺得太熱 就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這樣子的話呢 以這種方式呢 它有效性和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我們皮膚 眼睛周圍還有景象的皮膚呢 通常是屬於比較薄的 而且我們皮下組織也不是那麼多 所以這些地方呢 傳統上的雷射來治療的話會比較辛苦 因為如果治療不好的話 通常會造成很多就是長遠的傷害 這些地方呢也是剛好我們 尤其是亞洲人呢 最早看到就是老化的現象的地方 所以如果不早期去治療預防的話呢 其實到一個深度 你可以做打玻尿酸都好 打肉肚都好呢 基本上是沒有把那個皮膚弄得緊實 所以呢現在與這個TMA的技術呢 可以我們可以更有效更安全的 把這些地方弄得好 而且不只是治療 而且是在預防上可以做得更好的一個工作 冰加幣針之地的玻尿酸 也是對抗皮膚膠原蛋白流失的最佳伙伴 不僅要讓患者滿意 醫師在使用時的手感也非常重要 另外消費者若遇到如手肘 膝蓋和腳跟乾燥等情況 也可以使用凝膠類的產品來保持肌膚的潤質 我受邀跟德國整型外科醫師 進行了玻尿酸的現場注射 那這一系列的特色是 它是一個凝膠狀 但是它的支撐力在皮膚組織裡面非常的好 同時醫師在注射的時候 它的推力是非常的小 很容易注射 所以可能像我一個下午 做了幾十支針肌的注射的時候 我的手並不會有板肌脂疼痛的狀態 那其實在腫脹消失之後 我們觀察台灣的案例 在支撐度以及保水的部分 都非常的卓越 就很多孕婦產婦都有在使用的 BioO油 百若油油 之前我們是主要用在 任成文的治療 這樣子凝膠的特色是 它的含水量是3% 不過它的含油量 還是跟以前有維持住 它的油量的成分有50%的含油量 那我們消費者比較適合 用在一些乾燥的關節 例如說收皺、膝蓋、腳跟的關節 藉由台灣皮膚科醫學會舉辦的年會 不僅讓醫師們觀摩新的儀器 和產品發展 也互相交流治療技術的應用 面對多樣變化的皮膚疾病 充實自身的知識和加強經驗 對於患者來說 將會是一大福音 梅治採訪報導